你别打电话了啊 我跟你说啊 你听我的 这这活大活的肯定拿下了 你知道不 就凭咱俩口子啊 干这活二十多年了 谁也竞争不过咱们 我跟你说啊 方才来两个超标的 两句话让我弄走了 哎呀你别磨叽了 你就听我好消息就完事了呗 哎呀 这心里也太难找了啊 还有五分钟还敢他 哎老板 可能领导来了啊 你听我好消息啊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看你是 我是投标的 您是 你是投标的 对 那个 我是招标的 领导领导你好 您贵姓 贵就免了吧 我姓 我姓崔 崔总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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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个 来来来坐坐坐 您请请坐吧 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姓肯 对 叫肯定中 哎呀 您的名字挺有信心的 那个崔总 你看看 我们公司能不能接你这个项目呢 你这样吧 我首先你给你介绍介绍我们公司的规模 啊 这次我们公司是大手笔操作 960平米啊 啊 工厂非常大 啊 你到我们公司来投标是不是 哎 你得有能力 首先说我告诉你啊 资历 阅历 你有什么能耐 这这种 你有什么成绩 抢抢您一句话啊 你快点说 就您说这几样 我们公司全都具备 我们公司最近呢 这个谈几个项目 在国际上呢 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哦 没看出来 你说说听 你看看这几个啊 金字塔刷游 这个白宫安地热 万里长城贴磁砖 这还没干呢 这都在计划当中 计划他还能辨识过的 我还计划那个西国隧道同学求同志 你还一切实话你对付 是不是你干过什么成绩 干过的有 崔总你 你快点吧 让你的回忆 哎 你别着忙崔总 你看看啊 你看看 这个效果图啊 这是万 这个万科 前年我干的 怎么样 这张是万豪 这门俩阔去吧 您看看这张啊 这是万新 这楼子跟你前不一样呢 跟你前不一样呢 那不是着火之后吗 这 你跟你前两个项目吧 好行 你还有什么成绩吗 没有我就走了 崔总啊 你可别着 有啊 前十年吧 前十年我在大连 接一个项目 哎呀 那大楼一万多瓶 让我盖着老漂亮呢 就归我那片得有三十瓶吧 三十瓶呢 这啥呢 WC嘛 你知道的 就是WTO 有这个地方 不是你说的是世贸 我说的是厕所 这么意思吧 那不是住这个卫生间吗 但是我这可不是普通厕所啊 我直接把宽带网线直接介入 而且在洗澡再冲浪的 可以说达到七星基地WC 这是十年前的事儿 十年后呢 大连那块要搞一个城市规划 要拆签 那就拆呗 把大楼拆了 哎 我这厕所他就拆不了 推土机也推不了 后来他说 事情爆破吧 别的楼都震塌了 就我这个厕所 连个味都没裂 我挺你 那不就完事了吗 你咋想的 爆破都爆破不了 往哪移啊 这当时的媒体就轰动了 哎呀 各大报纸就上来 这建筑好 太结实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说 就把这影找着 到底谁建的 这家就挖地三尺 左找右找 把我找住了 就问我 你这事你怎么解决 我说我管建 我不管扒呀 你扒不了 你不能怨我呀 他说那这事大争 我说实在不行 我就给你出个招吧 我给你提个建议 你这家建个银行吧 那后来呢 建个银行 用我这厕所当保险柜 后来他就采纳了 那后来银行 后来 你能不能换个词 后来这不就遇见你了吗 崔蕊你看看 就我这些成绩 你这个项目 我能不能接 这咋疯了你呢 我认识你 你一手我想起来的 幸会幸会呀 这回我终于看见活的了 我的生命和我厕所一样坚强 哎呀 我知道了 你就是推不倒 炸不了那个建筑大王 建筑大王行 把那八字给我去掉了 哎呀 我看你 什么的 你别走婚票 大行 来我来 啥事 你真的 我跟你商点事 别的活都给你 你就把卫生间的活 你给我 你给我一碗饭吃 你行不行 我告诉你 啥活都给你都行 就这厕所不能给你 我用的厕所 十年后 我还得盖个银行呢 来 来 谢谢